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您好 今天就和我们介绍一下Magistal App 是否可以用它来剪辑一些相片或影片 是的 其实这个program的sale point 是比较简单 因为过往我们如果要做编辑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买一部专门的电脑 接着就要买一些特别的软件 然后又要一些高级的器材才能做到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program 基本上你用四个step 拉影片进去 然后选一个film 然后选一条音乐 基本上你已经搞定了一条片的制作 是的 如果只是用电话 已经可以帮我们去剪辑一些相片或影片 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你也说几个step 就能做到的 那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呢 是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它有一个基本上的画面 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叫你申请一个user account 基本步骤很简单 申请完之后 其实你会看到有些tap 比如买movies和albums 你按create create的时候 然后你只需要去选一些相片和影片 比如现在你看到手机上面有很多相片 很多影片 你不要选一些太长的 可能选一些 十秒 选一些十多秒的那些 选一两个这样 选一些相片 选一些片 有没有限制呢 它对于片的长短 其实片的长短有限制的 如果你是付费版和免费版 就会有少少不同的 当然它希望你去用这些误会 是的 比如它按了出来 如果你想上传多个十条片 或者十分钟的视频 就可以上传了 那你不上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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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选择了 选择了 然后选择了 第二个step 它叫你选择个theme 这个theme就是 你看到的 譬如有很多party 什么都可以 选择了个theme 选择了之后 选择了音乐 这些是它已经预设了 没错 预设了所有东西 然后呢 基本上 make my movie 你要不要加个title 加个title 那么随便 试试 这样 这样 叫它做个movie 因为这个云端服务 你基本上 你看到一条bar在中间 它其实已经在做一个video 它会 pump 是不是叫做 你想要多些video 做多些video 如果你不用 直接交叉了就可以了 因为有些人 是以为 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 其实不用 它现在正在做一个video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看回 我们现在自己 自己有 之前我们做了两段video 出来 你play的时候 你会看到做好video 究竟是怎样的 嗯 本身 它其实可以给你 share 上去google drive 那些地方 是用的 做一个 做一个 你会看到 刚才我们有一个 叫做album 的tag 这个tag 用来做什么 这个tag是新加的 作用是说 如果你想一组video 譬如我拍了五六段 或者五六张照片 我想分享给一些特定的人物 那时候 我就可以用那个tag 然后将你现在已经有的video 全部放在这个位置 嗯 这些 然后再选择 你想分享给什么人 那就可以了 嗯 但是在剪辑那条片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又放一些相片 又放一些片 可以 相片和片都可以放 但是数量有限制 如果你不是一个pay account 就是不是付钱的account 嗯 就是说 免费版和收费版 会不会在功能上 都有些分别 功能上没有分别 只是说 这条片可以刚才看到的限制 就是大概可以放十分钟的video 还有最多可以有十张照片 还有应该有五段video 这样 就是那个plan也会有些不同 是啊 那你是剪一次 是啊 它会变的 其实以前只有五张照片 现在十张照片 已经多了 其实 大家知道这个app 之后 看看有没有需要 去付钱做upgrade 这一集的《前腕科技》到这里 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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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个 Peyled 儿科技 周到 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